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家电市场上无可匹敌的高效益的厨房设备 它的名字 聪明料理机 由德国福育克公司研制生产的聪明料理机 已经风行欧洲四十多年了 最初只是为了做婴幼儿的食物料理 后来妈妈们用它来烹调三餐食品 使它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厨房工具 很多从欧洲来的移民 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聪明料理机 如果没有这台聪明料理机 就不知如何料理三餐了 因为目前在欧洲已经普及到 平均每三个家庭就有一台聪明料理机 这么一台小小的聪明料理机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力呢 来 让我们看一看它的结构 它的主锅的锅身是用高级的不锈钢制成 含涅量集体 相当于医学外科手术的手术刀的材质 料理机的仪表盘 有温度的设定 时间的控制 加料磅秤的显示等等 它的锅底有一个特别的旋转叉 叉的一面是刀口 有切割菜的作用 叉的刀背有锅铲炒菜的功能 再加上它的一些配件 所以它具备了蒸 煮 炒 磨 切 打 揉 电子泵畅 定温 定时及动力清洗等十大贴心独特的服务功能 一台聪明料理机就能取得20种以上的厨房日常主要烹调设备 与其他的厨房设备相比 聪明料理机更显得省时 省力 省心 又能节省日常食用材料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 它让你拥有一个无油烟的厨房 以免吸入有害健康的油烟和油垢的沉积 还能有效地节省厨房的空间 好 各位朋友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台小小的聪明料理机是怎样做出各式各样美味菜肴的 首先我们看看鱼肉虾丸 这主要用到了聪明料理机的揉面团功能 我们把准备好的鱼肉 绞肉 虾仁 调味料放进锅内 混合搅拌 接着再启动揉面功能两分钟 用揉面的功能搅拌肉馅是聪明料理机的一大特色 能使肉馅变得很有弹性 这样只需三分钟就做好了肉酱 我们把肉酱清出来放入水 直接做成高汤 等水煮开后再把肉馅做成丸子 一个个放进去 再设定时间煮熟 这样鱼肉虾丸汤就做成功了 各位朋友在短短的时间这道鱼肉虾丸汤就做好了 这可是很多饭店的招牌菜哦 当然在没有这台聪明料理机的时候 做这道菜是很难很复杂的 现在你如果拥有聪明料理机 做这道菜就变得非常简单 时间只消耗数分钟 现做现吃 新鲜可口 甚至还可以吃到一点虾仁和绞肉的口感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物 这可是在外面买不到的哟 这道虾肉鱼丸汤完全体现了这台机器的 切 磨 打揉 煮 定时 定温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炒菜功能 我们现在炒的是芦笋炒肉片 和传统的顺序一样 先放入切碎的蒜头 再倒进油去爆香 但蒜头不会变色或烧焦 因为聪明料理机的最高温度只有120度 而一般炒锅 在炉子上的温度很容易达到200度 蒜头很快就会变成黄褐色 大部分高级食用油 在这种温度下很容易变质 而我们运用聪明料理机制作的肉片炒芦笋 就能使它保留了原汁原味和色泽 这道菜主要运用了聪明料理机的炒菜和温度控制的功能 制作简单方便 而且没有油烟 炒菜时间只需用6分钟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炒菜没有油烟是聪明料理机的一大特色 一般食用油的油烟挥发点是160到240度 而我们聪明料理机的最高温度只有120度 没有油烟挥发的机会 只有水蒸气的出现 所以没有油烟的厨房是最干净的厨房 现在我们开始为大家准备水饺 水饺是中国北方的代表性食物 受到华人的普遍喜爱 但很多华人家庭还是很排斥自己做水饺 因为制作面团和饺子馅 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有了这台聪明料理机 做水饺就变得非常简单 而且快速了 聪明料理机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做好水饺皮的面团 因为聪明料理机揉面团一分钟 相当于人手工揉面团500次 还有水饺菜馅 聪明料理机只要几秒钟就能切好 所以当你有了聪明料理机以后 您的家庭可能会常常吃到自己做的水饺咯 朋友们 水果冰淇淋是孩子们和女人们最喜欢吃的食品 那么在家里 你要做冰淇淋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当有了聪明料理机 您可能就忍不住要亲自动手咯 因为聪明料理机用冰冻水果来制作冰淇淋 只需要两分钟就完成了 而且没有任何添加剂 吃的美味又安心 这些是聪明料理机的配件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可以用来蒸鱼 而且第二层的蒸盘还可以同时蒸蔬菜 这样利用煮锅煮汤的同时 蒸鱼蒸菜 一次可以完成三道菜 利用聪明料理机做菜 不仅品种多 而且时间还短 我们做香肠鸡翅只有十分钟 它不停地搅拌 使鸡翅很容易入味 做绿花椰菜炒虾仁 也只需要八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毕 用聪明料理机炒米粉 会让你觉得非常轻松又美味 其特点是米粉不用泡水 米粉也不会粘锅底 复杂的菜简单而轻松地做出来了 各位朋友 我是个不会做菜的人 聪明料理机帮我做了这么丰盛的晚餐 既好吃又健康 聪明料理机在研发完成前 已经测试过两万五千多种食谱 大部分欧式西式美食都可以轻松容易做出来 聪明料理机的功能真是堪称一绝 温哥华教育局已经开始把聪明料理机作为烹饪课程的主要料理设备教导学生 聪明料理机的诞生带来厨房的大革命 它的机多功能 鱼翼身 它的优质材质 它的小巧零变 把家庭主妇从厨房繁忙的事物中解放出来 在聪明料理机还没有来到你家之前 你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你的锅子常常会烧焦 你炒菜的油烟既伤害身体又污染环境 你常常为煮粥时铺的灶台到处都是耳烦恼 照顾你的婴儿而无法兼顾煮饭炒菜 厨房设备配件和锅子太多 药肉时又找不到 要结婚成家了却不会煮饭炒菜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一系列问题在聪明料理机走入你家门之后 问题就不再出现了 德国福威克公司每年生产100万台聪明料理机 行销全世界 主要市场在欧洲 加拿大方腾公司是福威克公司授权在加拿大的代理商 行销美国和加拿大 95%卖给家庭 5%卖给高级餐厅制作精致食物 如酱料甜点等 曾代表欧洲和加拿大参加奥林匹克厨艺比赛的国际级厨师 也是带着聪明料理机去竞赛 因为它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控制烹调的品质 不仅如此 小巧玲珑的聪明料理机还为您的出行带来了方便 它就像手提电脑一样可以带着它四处跑 就像一位私人厨师跟着你旅行帮你烹饪一样 对于那些喜欢户外沿途旅游或是海上旅游的人来说 在旅行房车或是游艇的厨房里 如果有一台聪明料理机 那厨房可就显得宽松